美國眾議院議長強森說 推遲了臨時支出法案 避免下個月開始 美國政府要關閉 每次都在演這一出 然後呢下個禮拜很重要的是 就是呢 FED要降息了 9月17到18號呢 會有會議 然後呢在亞洲時間19號的時候 就要提供呢 要不要降息或降多少 那所以要等待FED的決策呢 其實9月13號的時候 稻窮漲了 因為覺得要放水了嗎 然後呢另外來看到是央行 就是歐洲的部分呢 已經緊急撐不住降息印 然後呢人民幣大家引發關注 現在不斷的升值 衝破7.08 那亞洲市場啊 因為呢日圓韓圓這些都有上漲 因為呢即將要升息 另外呢那人民幣它上昇了 對國際貨幣的價值有提升 沒有錯 但是呢對外貿易 也會比較有壓力等等 倩傑你怎麼看 對你剛才那個旁邊 還有另外一張圖 好這個是2023年第二季度的時候 人民幣呢在中國跨境交易 占比49 首次超過了美元 那另外我也補充一個 就SWIFT呢之前也說 8月份呢國際支付呢 其實這個已經會即將公佈 那7月份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呢 升到4.47 這是呢國際上 那這個是中國大陸自己 在跨境交易 對那一張圖表呢 還不是大陸自己算的 是日本經濟新聞來算的 那所以說你可以知道 它至少不是一個非常友善 中國大陸的一個媒體去算的 那你可以看到 從這些細節的數字你可以看到 這麼長時間以來 有40年以來 美國逐漸的是建立自己在一個 金字塔頂端附加價值最高的那個位置 然後逐漸的把生產外包 那不管現在要不要用有岸外包去想辦法把它挪動 或者是想要讓它回歸美國呢 它事實上國內的生產製造產業是空洞化的 所以它的整個的經濟的基礎有80%是服務業 服務業裡面當然有包含了高端的服務業 像製造啊 是像設計啊那些高端的服務業 金融電信 那個蔡博士在的那個行業 但是它也有一般的 一般小老百姓的基礎的服務業 那從40多年以來 一直不斷的外包的結果呢 使得中國大陸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家 那麼超過35%吧 30到35%的生產 那麼也是全世界經濟成長的 大概三成到三成五 不管是哪一年不同的年來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邊呢 是逐漸的空虛化 產業空洞化往金融這裡發展 然後金融在不斷的膨脹泡沫化 另外一邊呢是在實體經濟的部分呢 不斷的夯實 然後藉著實體經濟跟其他的國家 產生新的經貿關係 也因此你現在看到的 無論是Swift說的交換也好啦 或者是日本的經濟新聞 它算的是跨境貿易的 人民幣結算的比例也好呢 它背後的核心 都是實打實的實體經濟裡面的製造 有的時候甚至包含了機械 有一小部分的服務業中間的 真正的實體經濟裡面的交換 它不是在金融遊戲裡面 我們做很多ETFR 做各種各樣的這個 今天美國為什麼會有一個叫做 當然到了9月底了 這個設計 跟試圖在繼續推進的M數字橋 都對它的影響非常的大 因為這兩個系統所參與的 它的核心的參與者 已經夠重夠分量了 它後面能夠打開來的 就是剛才講的有150多個 跟中國大陸有實體貿易的 首要貿易夥伴關係的國家 以及龐大的被美國制裁 或者是美國踢出它的體系的國家 那這些加起來以後 這些其他的體系 自然就會造成美元在全球 作為支付貨幣儲備貨幣的 逐漸弱化 我時常提醒這個字 就是說去美元化 聽起來好像是一天你就這樣轉了 其實它不是 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因為以前的這些全球的貨幣 都是建立在它跟大家 在全球貿易上面的核心重要性 而成為全球貨幣 那美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 核心重要的貿易國 至少有其他的國家 是跟它平起平坐的 所以它只會逐漸的弱化 但是逐漸弱化這個趨勢是明顯的 包含了M數位橋 你看我們前段日子說 它本來參加的國家是泰國 香港是 阿聯酋 阿聯酋 UAE 那麼後來呢 現在伊朗說它要加入 然後過一會兒 沙特說它要加入 你忽然發現大量的資源國 而且是大量在使用石油美元交易的這些國家 都會進入了M數位橋 那這個M數位橋自然就會是跟Swift 分題抗理的另外一種的體系跟制度 所以我們真的在看一些巨大的變革 雖然它看起來現在是東一塊西一塊 有點像是蚕食的狀態 但是最後有一天 它必定會成為一個非常多人使用的體系 那這個比例上面呢 逐漸的增加是可預期的 嗯 對 所以呢倩姐不斷提醒 美國現在是脫時向需 不像中國大陸是夯食的經濟體 說到經濟我先問一下蔡博士 因為呢這個10月份的時候 金磚要舉行了 王毅這次去俄羅斯的時候 也確定了習主席要參加金磚的會議 剛剛倩姐講到製造業 我們補充一個數字啊 就是呢中國大陸製造業 真的是跨越式的成長 從當年1952年 120億人民幣的產值 到現在2023年 39.9兆人民幣 真的是全世界工業呢 你看14年都是第一名 你怎麼跟脫鉤呢 你會害到自己 那我也補充一下 像Mate Mate的華為的XT 他其實你看 他內部結構曝光的長這個樣子 被說呢 主機板在電池的後面 然後呢他的腳鏈 非常的精細等等 他是被拆解出來 長這個樣子 然後更別說他有很多AI的功能等等 Mate 70也有很多AI的功能 好你看這個中國大陸製造業 從高端去 然後呢世界也苦美久矣 譬如說沙特的工業部長 他就說沙特願意嘗試新事物 對跨境原油交易結算 使用人民幣 也就是石油人民幣 想法持開放的態度 蔡委員怎麼看 還有呢人民幣現在不斷升值 好處跟壞處 人民幣勢必升值 大概一個多月前 我就認為人民幣升值20% 是一個合理的範圍 理由在哪裡 理由在說過去一段時間 美元的利息跟人民幣的利息差距太大 因為人民幣的利率有 基於國內自己的需要必須要降息 可是美國又不斷的升息 利息差距一大的話 中國所有的出口商 中國的金融機構或者 其他的國家的這些類似的單位 當然就要盡量減持人民幣 要增持美元 在這種效應底下 人民幣一定會貶值 可是現在開始反轉 反轉的原因也很簡單 就是美國要開始降息 然後人民幣已經 利息低到一定程度 也要準備反轉 所以兩箱之下 大家可以預期 這個利息差距會縮小 利息差距縮小 這些所有的CFO們財務長們 你不用教他們 他馬上就還轉了 增持人民幣減10美元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人民幣升值的空間 就開始出現 當然有人會說 他會不利出口 有利進口 要注意到 這個是金融市場的運作 它反映了實體的經濟製造業 但是也反映了更多服務業 跟其他的行業 比如說貨運 比如說航空 哇 這個就不是你 製造業考慮的範圍裡面 那這個 我要這個 很開心的說 中國有很多傑出的製造業 比如華為啦 比亞迪啦 很成功 那中國的製造業 也變成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 可是不要忘記喔 美國也曾經是全世界 最大的製造業 那有人認為說 是美國轉向服務業 其實這個說法說對也對說 不對也不對 原因在哪裡 因為美國的製造業 先失去競爭力 才外移 並不是外移失去競爭力 那為什麼失去競爭力呢 當然有人檢討很多原因 我們這個時候也說不清楚 包括工會啦 包括薪資上漲啦 包括勞工的保護權力加大啦 那也不能說不對 反正就是製造成本節節上升 最後吃掉了研發費用 研發費用沒有了以後 它沒有新產品 就跟現在iPhone一樣 它沒有新產品 所以就一直割下來 銷售一衰退的話 那對不起 製造業除了外移 享受更低成本以外 你沒有生存空間嘛 這個現象在日本也發生過啊 現在韓國正在發生啊 我們臺灣也發生過啊 我們臺灣其他的製造業 已經也很2266啦 真的做晶片啦 對啊 那光靠晶片 撐不了一個經濟體系 光靠高端的 對 像東北的部分 狀況為什麼經濟不好 就跟傳統產業的附加價值 提升太低有關嘛 所以如何使得 中國的製造業普遍的 平均的 都能夠有很高的附加價值 這是中國要面對挑戰 才能夠突破 所謂中等收入的陷阱 再來提到了 跨境人民幣的這些 人民幣的比重增加 這個是中國外匯管理局 所公佈的數字 但是我是覺得 大家不要用逆襲兩個字 因為這不符合事實 我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Swift裡面 人民幣的交易比重 那麼低 那為什麼中國外匯交易的 結算人民幣比重那麼高 因為中國算的這個部分 是不包括外國算的部分 所以只有中國自己的結算 第二個 中國自己的結算人民幣裡面 只有限制於中國自己的銀行 不包括其他國家的銀行 第三個 第三個這裡面 事實上資本的交易高達七成 真的是商品交易只有三成 而這七成的這個資本交易 都來自港澳有關於 從海外從香港澳門 進入中國大陸買股票 跟買債券的比重比較大 所以它沒有反映出中國的實質經濟 那你說我們貿易量這麼大 怎麼怎麼 沒有其實不是 我跟大家解釋 有一大部分根本沒有在這個計算裡面 比如我中國今天出口商 可是我拿到了錢 對方付我是在紐約某一家銀行付的 在某一家銀行結算了 就沒有在這個統計數字裡面 比如說我們台灣 從大陸買了很多的這個電磁原料 可是事實上我們台灣的銀行結算 所以台灣銀行結算 把錢匯回中國大陸 那個不叫跨境交易 那個叫跨境匯兌 所以在定義上很多人弄錯了 所以不要把這個 因為人民幣贏過這個東西 就覺得很開心 反而我們要關心的是 我們自己中國的出口 還是大部分就持有美元 所以你央行裡面 人民銀行不斷的累積美元 跟這有關係 所以數字不要解讀錯誤 所以有一次我在一個節目講 中國大陸出口商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還是拿美元 進口商百分之八十 也是付美元 那有人不服氣 你看我們中國外匯 公佈了跨境 哎呀對不起 這還是有點專業 對啦 那我建議中國不要 完全是製造業 第一製造業非常重要 繼續維持世界第一 可是我們的金融太弱 會妨礙到人民幣的 國際化的腳步 我們金融落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金融業在全世界 各大金融中心裡面的 交易的比例太低了 真的非常的低 中國所有的銀行加起來 在內部裡面比例很大 可是在外部 各個裡面比例太小 那包括說統出了一個 其實我都一直要判斷 房地產固然是建商管理不良 但是中國的銀行體系 這個統出樓子關係也非常的大 可是如何讓中國的銀行 像比亞迪 像華為這樣閃爍全世界 是中國國力的展現 所以不要有偏頗的 覺得說好像金融就 不要那個那種傳統的觀念 這個是資本啊資本 你只要看自己的跨境貿易 就香港來買債券了 或者從這個跑去香港買債券了 你就知道用人民幣交易 只限制這塊比重太大了 所以我還想說 一個很強大的金融系統 你才有辦法阻止別人 做什麼 經濟跟金融上的制裁 今天俄羅斯如果沒有 中國的銀行撐著 那會很慘耶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支付系統 In Bridge這東西 只是銀行之間的工具而已 不是銀行的實體 你銀行實體如果被打垮了以後 你用支付寶也沒用啊 你用微信啊 你用什麼 什麼In Bridge也好啊 什麼都不大了 大家要了解這個體系 那為什麼 為什麼銀行體系這麼重要 我舉個例子 中國出國這麼多 我們的貨物出息的保險單 我們中國銀行自己開的保單 比例不到三成耶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 就是我們銀行體系還太弱啊 我們第一個全世界點不多 點不多 這個各大首都裡面 你去看嘛 不管你隨便挑 兩個紐西蘭首都好了 到底是中國的銀行 規模大 還是其他銀行規模大 這個不符合我們中國 在全世界的貿易總量的比例啊 也不符合我們在GDP占的比例啊 所以這個地方啊 我一再的強調大陸的朋友們 領導們 你們不要只會念資本論 你也很念念現代的 金融經濟學好不好 拜託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大家便拍這些 你來拍一下 我來拍一張 我們要拍一下 這次,你會看到 您在走 所以 有